我們現在的胚胎植物大部分都是用HRT 那是中情激素 然後再來就是只被植物胚胎 會有五天的黃體素或三天多的黃體素 那最近我看了一篇讓我非常心動的一個研究 就是它在上黃體素就植物胚胎前五天 上黃體素早晚隔一隔就是我這一排十顆 它的重點有幾個 兩個 第一個在我們開始停那個上黃體素的時候 常常有些病人在經濟到說 會說蔡醫師我現在子宮內膜怎麼樣 那我說說上了黃體素或子宮內膜會糊成一片 但是有研究顯示說 當你黃體素用了以後子宮內膜如果變薄 那其實那個名字有點像胚胎叫做compaction 會致密 如果說它變薄了 可以增加左床力不是變厚 那所以說我們這個說如果投以負子納 它的一度是不是下降 那一度下降是不是子宮內膜就不會變厚 那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個叫做 alpha 然後這個龍馬八什麼 一個V又不像V alpha V的integrate整合數 這個如果說多一點的話 配胎容易走床 那用負子納可以讓這個alpha什麼什麼integrate 這個整合數增加是有利於走床 那最主要是它提出來的那個數據相當嚇死人 如果用負子納跟沒有用負子納就是一般的小題 它的負子納是 還蠻高的 這裡有個標格 80 負子納是80 80 86.2 那有用負子納那一組的負子納是59 算60好了 ongoing 77負子納是76 你用86掉到76可以合理吧 那沒有負子納這一組 純一絲得定這一組 是59算60 所以也就是說 你用負子納這一組跟 沒有用負子納這一組 它的懷應率就差 86對60差26 77懷應率是76對60 差了16 看起來蠻 單單 10顆600塊錢 竟然就可以增加20%的懷應率 還蠻舔的蠻誘人的 那更重要一點 在這個研究裡面 我看到一段話 嚇得我一跳 因為我們在思考 為什麼我們有些病人 事管醫院會流產 他們的E2 他們的E2是用到10週 他們的黃體式是用到12週 這也許可以讓我們顯示 不過它的那個 HRT的醫師得是123 早中晚隔一顆 就一天六毫克 就這樣下去 所以昨天苗栗來的那個 賴小姐 我就給他三顆 那今天 有一個難頭病人要看 我看他的E2 那我們知道有一個研究 會非常有名 就是說 你要直日胚胎的E2 如果300 300到500 300以下 300到500 超過500 300以下這一組的 懷疑力是比較高的 也就是說E2不要太高 那因為我們在自然排卵的時候 你E2也才200多 不會超過300 所以你用複納下去 大家都知道 就E2一定很低 我們最近有一個自然周期的 用複納下去 它的E2就是36 30這樣再跑 走上來的一個陳小姐 所以這個是 那 最近有一個台北英哥來的 郭小姐 因為她用HRT 就是子宮 那麽 要麽積水 要麽厚補起來 要麽就是有 有一個孔洞 一個孔洞 後來我用複納那 那吃10顆 我用看軟炮 用 用Modified Financial Cycle 那 估計下個禮拜 不要直接賠台 我希望 複納那這個神藥 能夠幫助到郭小姐